大家好,我是Dan 一对韩国网红情侣 因为2x2成员永俊而分手的消息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都跟米和尹吉明是韩国的网红情侣 但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而这位男网红目前与女网红的好友正在交往 因此在网上就有过 是不是换成恋爱等的小小争议 然后有一天 男网红在IG发布了自己分手的理由 我分手的原因很简单 在交往时 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 我猜这应该是要发给他朋友的 晚上11点30分 我因为想他而打开了讯息 结果看到他在发其他男人的影片 还说 谁会想和这样的人结婚呢 即使我想尊重他 但从我的个人观点来看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所以提出了分手 他在IG上公开上传我的照片 但在背后却给朋友发讯息说 爱别的男人 为什么要把这种讯息发给我呢 那天我很烦 所以去了夜店玩 现在我正在吃起司牛排 然后他上传了当时女友发布的影片 和有人知道我爱你的截图后留言 我是一个纯情判 对其他男人轻轻说我爱你的女人 我个人不需要 我想要真正的爱情 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一个人 说爱一个明星并没有错 只是这样的行为让我感到被比较 让我个人感觉不舒服 尽管我已经告诉过他了 但他还是会发这样的讯息给朋友 这让我觉得无法和他一起做任何事情 然后这是当时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杨明 对不起 你已经说过你不喜欢了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即使是在你看不到的聊天室 或不在场的时候 我也会小心 我真的太单纯 思考不够周全 不 不用了 就照你的方式生活吧 我会删掉你的号码 简单的生活 按照你想要的方式 那才是幸福 我会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现在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在男网红发文后 女网红也发了限度 没错 我们因为2x2的眼君分手了 那个把偶像当成一心看待的朋友 让我感到不爽 虽然我无法理解 但我尊重曾经相爱的人 真心的向他道歉了 但这竟然成为了分手的理由 这让谈了一年结婚的我 感到非常荒唐 但是在两个人分手后 男网红也到女网红的IG 在别人的留言底下留言 所以我觉得他妈的就分手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 眼君是idol耶 不要感情用事 对身体不好 整理一下就是 男网红与女网红分手后 在IG发布了分手的原因 男网红表示 分手原因是 女友原本要发给朋友的讯息 永终那我爱你发给了自己 女网红发文承认 确实是因为永终那我爱你短讯而分手的 对于每天都听到老婆说 每当发表新专辑 就会换对象说 我爱你的老婆的我来说 今天这个分手原因实在是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是搞笑 没有人和他做比较 他却自己在那里比较 然后自尊心受损 一周之内有一对情侣在一起了 而另一对情侣分手了 在美国的演唱会上 有位男友偷偷给永绝写了纸条 请他帮忙求婚 然后在永绝面前向女友求婚 永绝还帮忙拍摄 并祝福了他们 这真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吗 确认男友是否是 韩南的新方法 假装事故发一条 永绝那我爱你的讯息给他 无法理解追星而分手 这点还可以理解 但一般分手后 会这么详细的公开分手原因吗 感觉他只是想合理化 自己的分手理由 因为你有喜欢南南一斗 所以不高兴就去夜店 我看永绝是救了一个人的人生 现在分手真的太好了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只有我能理解 因为这个原因而分手吗 所以 对于因为发永绝那我爱你短信 而分手的网红情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最近在澳门举办的 姚家里的粉丝见面会上 成员舒华与台下粉丝进行Q&A活动时 在念出了怎么缩解压力的时候 有位粉丝突然大喊 跳楼而引起了争议 影片流出后 不少粉丝心疼舒华 并觉得那位说 跳楼的粉丝很不礼貌 希望主办方能处置这位粉丝 而当天 面对这样奇葩的回应 舒华表现出非常无奈 并借此机会 与粉丝们分享了 他自己应对压力的方式说 自己常常透过暴食暴饮来缓解压力 然而这种方式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意识到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方式后 舒华开始寻找新的途径来应对压力 他分享说 后来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方式 就是哭 哭完我好像就好了 我觉得哭一下也没有关系 每个人都有压力 还是要有自己的悬泄方式 才不会让自己太累 所以哭一下也没有关系 舒华的这番话 不仅展示了他面对压力时的真实感受和经历 也给在场的粉丝们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息 所以想问一下 大家平常是怎么样输解压力呢 二味的讨论 你不能这样做吗 太崇潔了 太崇潔了 我把你奔心了 太崇潔了 太崇潔了